怎么又跟他吵架 养个灵兽也太难了 没想到十年过去 你不仅一如既往的菜 还学会欺负小姑娘了 东华有你这样的徒弟 怕是在神界也不得安生吧 说什么呢 你谁啊 胡义 算你识相 还认得我 还伤个呢 你有病啊 你明知顾问 我告诉你 若不是当时你有伤在身 这下我早还回来了 看来 赶紧把你伤知好了 没错 我欠他一个人情 既然你这么欺负他 我可不想看着他继续跟你说我去 我要把他带走 想什么呢 他是我们大则山的人 大则山的事 轮不到你们 无嘴 听说过吗 抢扭的八木田 阿姨根本就不想做你们人手 袁子涵大丈夫 何必跟你小姑娘共去 不如解了你们的主妇气 还阿姨一个自由 除了 松开 还美其名曰还他自由 我看你是图谋不轨 我不过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罢了 毕竟我们胡族 可不像你们仙族这般蛮横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带回金庸山 我会不会胡族用你管 我受你姑姑所托把你带回金庸山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管 来 胡族 你少让他压我 你信不信我做得你原神出鞘 想动手是吧 来啊 正好我刚练就幻化原神剑的本领 拿你练练手 你去哪儿啊 聪了吗你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 你可以冲着我来 为什么要欺负一只受了伤的小狐狸 欺负 你啊 你都受伤了也不知道防着点 坏人 他 他先动手的好吗 小沈君 那个胡族那小子被关进九月一时 老龙已经查清楚了 是误入九月 还凡小沈君 您帮忙安抚一下胡族的情绪 千万不要让他们把事情闹到 一和真神那里 告老龙一个失职之过 不然老龙这条龙巾那就 放心 会保住的 小二 小一 你啊 就别和阿静一般见识了 两人结伴 总要和和睦睦才好 对吧 你啊 放心吧 我不会跟他一般见识的 告辞 走了 走吧 走吧